歡迎收看房市關鍵報報 我是李月穎 馬上來關心今天的熱門關鍵字 今天的熱門關鍵字就是 房貸補貼 內政部推動的房貸補貼 最快6月1日就可以開始申請 最快7月份就可以領到錢了 內政部長李又昌表示 這次推動的中產以下 自用住宅貸款戶支持方案 主要是要照顧過去3年來 受到疫情影響的中低薪房貸族 所以不適用於未來要買房子的人 另外這個方案也有規範原始的核貸金額 所以買高價房屋的人也不能夠適用 根據內政部公布的申請資格 首先申請人必須是 自用住宅貸款的借款人 而且借款人的配偶和未成年子女 加起來只有持有一戶房子 也必須只有一筆自用性質的 購置住宅貸款 另外原始的核貸金額 除了台北市在850萬元以內 其他縣市都必須在700萬元以內 申請人和配偶還有未成年子女 加起來在110年的總收入 也必須在120萬元以內 才能夠提出申請 林佑昌也說 這次的專案預定在6月1號開始申辦 全面採用線上申請 只要審查符合資格 3萬元的支持金就會直接匯到申請人的賬戶 最快7月初就能夠領到錢 內政部估計這個方案在全台灣 大約會有55萬戶受賄 其中台北市佔了4萬戶 今天的精選新聞首先來看到 所謂的建商熱銷的假象 到底是怎麼樣被揭穿的呢 桃園市中立地震事務所 就利用轄區內的預售屋銷售申報 每個月進行統計 結果發現 清浦在今年以來 都沒有建商推出新的預售案 而中立區今年4月份 揭露量最多的建案是A20站 觀音區則是合進出建 中立地震事務所強調 每個月進行統計 能夠讓賣房狀況更加透明 堪稱是照妖境 接下來這則新聞來看到 有學者認為央行應該把房價納入CPI 央行提出說明 最近有學者呼籲 主機總處應該要仿效歐元區 把房價納入消費者物價指數 並且作為央行的貨幣政策參考指標 央行表示 一般住宅市場的房價屬於資產價格 所以不會納入CPI來衡量 只有房租才會納入CPI 央行也說我國和美日英等國一樣 都已經把自用住宅社算租金納入CPI統計 但是歐元區沒有這麼做 央行強調 歐盟的做法還存在一些疑慮 目前我佛不會抵造歐盟的做法 最後來看到這則新聞 台中三井Lalaport開幕了當地非常的熱鬧 台中市府表示 Lalaport位於台中東區 是全台灣最大的親子商場 距離台中火車站也很近 已經成為台中的新地標 金發局強調 Lalaport預計可創造2500個就業機會 也能夠吸引大量的人潮 對於當地的經濟是一股活水 今天的買房賣房我想問 有網友問到了小套房的貸款問題 這位網友說 想知道10坪以下小套房 可以貸款的銀行 有人回答說 通常15坪以下很少銀行願意承接 真的要先去問銀行 直接問他們 願不願意貸款 給貸多少要先談好 再去買房子 但是利率會比較高 你對於這個問題 還有什麼的看法呢 也歡迎在底下留言一起討論 如果想知道更多的房市資訊 也歡迎點擊底下資訊欄的連結 感謝您的收看 我們再會 請問一下 謝謝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